现在我老公在教老大念球病球这些 就是要不要对找人 你一直看来 你听出来的 就像它起着 它评算 没有 这地方烈�厚也是一样的 烈焼靠只是一样的 这个音响 这里是在一种 真是厉害 应该是厉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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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好 你也把他把他扣了 他把他扣了 把他把他扣了 我看到了 我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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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我看不見 我看不見 你又在上面打瓦嘎嘎睡觉了 你看这个被子被你们给拉了呀 凯导你那个星期三开学了吧 学校始まる 星期三 这个防状条啊 都是被老人给啃的咬的 你看看 就跟那个狗啃呆 那个老鼠啃的那种感觉一样 你说你看你 是不是你干的 没事你爸在旁边那边啃 你这看的是什么树啊 飞机 飞机啊 这个是学校发的吗 不是我的 你自己的 嗯 嗯 对 对 对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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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ão cook 已经9点半了都要准备睡觉了 9点半了 妈哥起来我们换一下 换一下然后开头要睡觉了 9点半了 8点半了 然后5分钟 对 对 那一马沟通 对 你下来 你不下来他们也不下来 1万 1万 mani 我喜欢用这种床立式的 这样的话床单它不会一直移动 日本的床尺寸都是很小的 我们家是两个小的床垫 中间这个线是我自己缝的 因为中间没有缝的时候 经常有一个坑 然后这个是把这个给挡起来的 就是没有像国内那种大的床垫 我们家这个床垫过一段时间 准备要换了 这个也是之前被我用洗衣机 给洗坏的这个洞 这个是当时刚买的时候 没多长时间 哥哥也来了 他一看哥哥来 他妈动了 要让妈妈下去 不要让妈妈跟他们在一起 不要让妈妈跟他们在一起 去哪里 让妈妈跟你在这边 下去 我们下去 那个脏的被子要拿下去 来 我们下去 走吧 妈妈跟你下去 让妈妈陪他去一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日家庭的 样样 结婚几年的大家们 现在有跟另一半分床睡吗 日本这边绝大多数呢 婚后几年都是分床睡的比较多 导致呢 很多夫妻感情也是渐行渐远 慢慢疏离 最终呢 出现家庭危机 我跟我老公分床 差不多有一年半了 我以前是绝对不赞成夫妻分床睡的 觉得那样不好 还劝身边的朋友 不要选择分床 当时有一个朋友 也是有两个孩子的 他跟我说 他晚上要带孩子睡 所以呢 就只能跟他老公分开 我还说 等我以后有两个孩子了 我绝对不会选择分床睡的 现在呢 就啪啪啪打脸 只有老大这一个孩子的时候呢 我跟我老公都是一直 我们睡在一起的 但有了老二以后呢 在老二大概六个月的时候 然后我就选择了 跟我老公还是分床睡了 因为他有的时候 睡觉会打呼噜啊 就声音有点大嘛 然后就会吵到老二 那也担心呢 有了老二 我们陪老二睡 老大心里 让他一个人睡的话 他心里会有个落差 就觉得哎呀 有了弟弟 然后呢 好像爸爸妈妈更喜欢弟弟了 对他不重视 会让老大心里有这种落差 所以我就提出 我们还是分床睡 一个人陪一个娃睡 我带老二 我老公呢 带老大睡这样子 我老公最近呢 跟我提说 就是说 还是想跟我一起睡嘛 可老二呢 习惯了我陪他睡 一看到爸爸来 他就要跟爸爸上床 不让爸爸一起睡 日本这边的床 都是小床 像我家这个尺寸的 双人床呢 买的床垫 都还是那个 两个小的床垫 拼在一起的 不像国内 那种大的一个 一整个的席梦斯床垫啊 都没有 我都没有看到过 可以想象呢 日本夫妻的分床 概念是有多高了 前一阵子我一个同学 离婚了 他跟我说 他受不了他老公 经常不洗澡啊 睡觉打呼 然后就分床睡了 有四五年 结婚一共是十二年 他从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离婚的一天 他老公呢 是我们大家 就是谁看 都觉得很好的一个人 我同学说 他老公跟他分床的 这几年呢 夫妻感情变得越来越淡 也变得越来越差了 在分床睡的第三年 他老公就在外面 就有情况了 他跟我说 就是夫妻 夫妻分床 婚姻必亡 虽然这话不是绝对 但我觉得还是 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我自己也不想分床 知道分床睡呢 是对夫妻感情 最大的一个伤害 有很多夫妻 因为分床久了 心也就远了 少了沟通 矛盾自然多 最近有时候 等孩子们都睡着了以后 我老公就 到大床上 跟我还有老二一起睡觉 我睡中间 虽然三个人有点挤 但感觉好过分床睡吧 我是亚亚 下期再见 拜拜